近期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全球企业因为网络交易导致诈骗案激增 过去一年 企业网络诈骗案年比增长超过1.5倍 诈骗的手法不断地更新 那企业如何因应新形态的网络安全威胁呢 记者黄一清报道 这家潮州餐馆早在疫情前就架设自家送餐平台 也和第三方送餐平台合作 因此疫情爆发后第一时间 就能迅速接轨顾客的外卖需求 搭上数码商机 但随之而来的网络安全问题 让餐馆一度蒙受损失 有些客人他们会截一个评给你说 我这个单已经payment已经通过了 然后其实这个单可能是假的 那只是发到我WhatsApp给他们说 你们的餐怎么还没出呢 然后我们就一着急 然后忙的时候也没去确认那个后台的email 这信息没有查太清楚 我们就把餐送出去的 一份去年底发布的 全球网络安全调研报告显示 新加坡企业近三年来 企业因应网络诈骗所导致的成本增加了至少三成 企业的网络诈骗案增长幅度更已翻倍 可说几乎所有的企业或多或少都曾碰过网络威胁 此外新加坡有八成电子商务商家 因网络业务需求同第三方平台合作 更已有高达九成的公司 尤其是金融单位 将网络安全业务和防范诈骗相结合 本地网络安全公司观察到 近两年由于企业纷纷拓展数码化业务 客户大幅增长三到四成 在各类企业诈骗案当中 网络钓鱼式攻击和勒索软件 仍是企业面临最普遍的威胁